这个小家伙的力量有多大 拳头就能贯穿杀人狂魔的胸口 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上集我们说到 比克大梦王为了彻底消灭悟空 使出了自己的绝招 几乎将整个凯斯鲁金都以为平地 他本来以为悟空一定会被自己杀掉 可没想到 第一次悟空被天津饭给救起 第二次 悟空再次拽着金斗云的小尾巴飞了上来 这对于比克大梦王来说 根本就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先不说会不会有人在自己的手里生还 就说自己费了这么大劲 这家伙竟然只受了点皮外伤 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啊 现在比克大梦王甚至怀疑 悟空到底是不是人类 而此时的悟空 已经抱着破釜沉舟的态度在战斗了 他直接告诉比克大梦王 现在我们的力气都所剩不多了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你死 还是我亡 可没想到比克大梦王竟然卑鄙地跑过去 一把抓住了天津饭的脑袋 他威胁悟空说 只要你敢动动 我就把这家伙的脑袋捏碎 看着天津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悟空实在于心不忍 他忍不住大骂比克大梦王 卑鄙 而此时的比克大梦王却表示 卑鄙本来就是我的座右铭 面对这样不要脸的家伙 悟空实在拿他没办法 而天津饭则表示 让悟空不要管自己 一定要一举歼灭这个怪物 听到这一话 比克大梦王的手上又加了些力气 眼看着天津饭就要被他折磨死了 而此时的乐平和波尔玛 他们终于到达了这里 为了保险起见 波尔玛建议先把飞机降落 然后他们慢慢的靠近 而另一边 亚齐洛贝也开着车来到了这里 他倒是想看看 悟空的战斗情况到底如何了 可迎接他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深坑 看到这个坑以后 亚齐洛贝觉得 悟空就算是有几条命 也已经搁着里边了 他可不想前去送死 于是他开着自己的车踏上了返程 可是走着走着 他又想起来 悟空答应过他的饱餐一顿 为了美食 这家伙又掉头跑了回来 可刚走回来没多远 他又想起了比克他忙的恐怖 于是乎再次返回 然而紧接着 他又想起了悟空 喝下了超神水 于是再次掉头 然而这一次 他还是没有勇往直前 如果悟空还活着的话 请客的机会还有大吧 如果悟空死了 那等待自己的一定也是死亡 看到这一幕统统不由的想吐槽 这个小家伙 可真是个纠结的胖子啊 而此时的乐平决定自己前往 让波尔玛和蓝琪留在这里 毕竟前面就是危险重重 可就在他和波尔玛争执的时候 蓝琪突然找到了一个大炮 而且不小心按住了开关 这元气弹 直接打中了另一边的亚齐洛贝 看来这家伙 这次是不想留意的留下来了 而另一边 悟空面对比克他忙的威胁束手无策 比克他忙要挟天机饭当人质 直接用石头砸伤了悟空的手臂 他还嘲笑悟空 作为一个人类 他也过于注重感情 本来就是软肋 听到神龙已经被比克他忙打死以后 悟空就再也不敢动手了 他的身上被比克他忙砸得满是伤痕 看着比克他忙得意洋洋的坏笑 统统都忍不住要给他一拳 此时的比克他忙正得意忘形的时候 他决定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 杀了悟空来祭天 可是就在他腾空而起的那一刻 悟空已经下定了决心 比克他忙使出浑身的力量想要进行进攻 而悟空一起把自己的所有力量 都集中到了唯一完好无损的拳头上 他所有的这一切都堵在这一拳上了 只见天空中一道金光闪过 如同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太阳 悟空赌赢了 留在比克他忙身上的是一个巨大的伤口 悟空的拳头直接从他的胸口穿了过去 比克他忙没有想到自己会失败 可是他才不会放弃争夺人类世界的主宰权 于是他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 吐出了最后一个蛋 希望自己的儿子 以后可以为自己报仇血恨 吐出这个蛋以后 比克他忙的身体瞬间爆开 而悟空也从天而降落了下来 看着悟空就要掉进巨大的身口中 着急忙欢赶来的亚齐洛贝 奋力的向前跑着 终于成功的接住了悟空 两兄弟目光相对 哈哈大笑 悟空终于打败了这个杀人狂魔了 可此时的悟空也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他必须好好的养伤 亚齐洛贝决定带他回到卡林塔上 而天津饭则是要回到龟仙堡 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而另一边的乐平和波尔玛 他们正在悄悄的前进 当亚齐洛贝带着悟空一闪而过的时候 他们还无法相信悟空还活在世上 但是无论如何 比克他忙被打败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可是神龙已经被打死 龟仙堡和克林 难道就这样永远的死去了吗 我是彤彤 我们下期再见吧